好,我們先看一下官方攝影喔 正前方這邊看一下 好,好,左右撕平一點點 好,小嫂這次的這個純新的造型 非常非常的帥氣 好,這邊來看一下媒體這邊右手邊 我們把視線移到右手邊這邊 好,接著我們把視線移到左手邊這邊來 好,再看一下中間 再看一下喔 好,那我們有一個動態攝影的捕捉 可以跟大家揮揮手 右前方這邊也都有,揮揮手 再次感謝小嫂 特別來到我們這個 快電商的快閃電現場 來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分享這次的這個疾風雨 來,右邊牆角抱抱一下 好,哪邊? 右手邊這邊看一下喔 好,可以嗎?還有哪邊有媒體的需求 好,中間再看一下 中間再看一下 好,接著把視線移到左手邊 好,可以嗎? 等一下還有拍照的時間 好,左前方這邊看一下喔 好,OK嗎? 好,那我們請工作人員幫我們遞上麥克風 哈囉,現場的媒體朋友 還有各位,大家好,我是曹宥明 好,小嫂 小嫂先來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在忙些什麼 我最近就是在拍客台的戲 客台的戲 客台的戲 星空下的黑草寶 然後我們就在南部台 南部台 然後明年會有一部戲 作品會上升 然後華麗計程車 華麗計程車 華麗計程車上升明年才會上是不是 對,應該是在明年初 現在正在如果如何拍客台的戲 有預計要拍到什麼時候嗎? 應該是會拍到年底 拍到年底這樣子 但是不要忘記了 有一個任務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金馬獎即將要到來了 對,大家都很關心你說 你金馬現在目前準備的狀況如何 星光紅彈的部分 因為目前就是在拍戲 那其實非常好 因為像有空檔的時間 然後可以看 拍一些電影 然後看一些資料 就趕快去補充一些資料 會不會有時間越來越近 有越來越緊張的感覺 還是其實還好 其實一開始還沒有感受 但最近因為已經越來越接近了 慢慢的有著 要來了 要來了 你覺得自己現在目前準備到幾趴了 如果說25號 25號就是百趴嗎? 其實大家要到多少趴數? 進度我應該會再進行 趕快把它衝刺 衝上來 好,繼續加油 繼續的衝刺 讓大家可以看到25號 這個好好的表現這樣 但今天來自冰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因為今天是我們這個 缺塗雀快店商 在這個新光三月A11的快閃店開幕的一天 這樣 特別請到你 就是我們的疾風雨衣的全新代言人 來到現場 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其實疾風雨衣 是我們這個缺塗雀非常熱銷的商品 那這一次這下代言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好像沒有人接過羽衣代言 比較少 比較少 的確是比較少 所以那時候你聽到他們 SENTINW他們邀約你的時候 你心裡面講的是說 我應該是可以很輕鬆帥氣的 把這個羽衣帥氣的這個代言 完美的呈現嗎? 就是希望是可以透過我 可以讓這個羽衣可以介紹給更多人的認識 因為台灣真的太強嚇了 好 對不起 馬上換個位子 好 差一點但效果的是代言人的位子 好 繼續分享 好 來來來 台灣很融洽 那羽衣的需求量其實很大 可以把這麼好的商品推進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有一個選擇 對 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非常有感 因為其實我們其實很多是那個 不管是學生啊 或者是上班族 大家都是騎車通勤 所以這個羽衣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既然是我們疾風羽衣的代言人 要不要先來跟大家來很好的分享一下 這個疾風羽衣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其實我覺得 你的騎車最怕遇到一個事情 是 所以你騎一行然後突然就下雨 那突然下雨就會有一個麻煩的衣服可能會洗掉 對 所以他要快速穿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快速穿非常重要 對 對 他可以做到這裡 會快速穿 好 莫非 今天可以現場快速穿脫給大家看嗎 對 可以 馬上開始穿脫 但是是要把衣服脫掉換成是雨衣喔 哈哈 騙你的啦 騙你的啦 好我們的工作人員已經把雨衣這個預備好了 那我先幫你拿上這個麥克風 等一下我說預備 還不行我們要非常嚴格 預備開始的時候你才能夠拿這樣子 但是你快速穿完之後 你要就是很帥氣的擺好Pose喔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不好駕馭 就是不好駕馭 你要在大家面前快速換好雨衣之後要帥氣的樣子 因為我們這次這個急風雨衣是個側穿式 主打就是可以讓大家可以在3秒鐘快速穿脫這樣子 不要太逼你啊 3秒鐘太逼你了 10秒 10秒 好啦我們就是盡量呈現出快速的感覺囉 現場的大家 我們現在模擬一下大雨湯圖來了 3 2 1 快速來穿脫 喔來囉來囉 趕快穿上我們的帥氣的雨衣 好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快點 好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再一次再一次 來來來來再一次再一次 這個不行不行 我不給你過這一卡 我不給你過這一卡 來來來 好來囉 好 可以喔 可以喔 我們現在幻想大雨來囉 好來囉 好對 融入在情境當中 3 2 1 好來了大雨來了 趕快趕快快 喔快速穿喔真的喔 俐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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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穿上 對好這邊 好 側穿式 然後你的那個拉鍊 好這個就是這個位置是要讓大家在騎車的時候非常方便的 對 好 好 好 還有這個拉鍊要拉起來 對 其實剛剛這樣子你的身體啊衣服都不會很緊 對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剛剛是我太逼人 剛剛太逼人的時候 跟他講說3秒鐘要把他穿好 但是實際上不可能會這麼 趕快這麼嚴格的逼他 但是其實有騎車跟有穿雨衣的人就知道 其實真的 在這個突發狀況當中要把雨衣快速穿好 這個雨衣的那個設計就非常的重要 那因為我本人其實是真的有穿過這個雨衣 所以我是真的給大家拍胸脯保證說 這個雨衣真的很好穿 因為套上來就好這樣子 那套上來之後有一些細微的小設計 好像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對對對 第一個是它 除了是雨衣之外 它其實外型也有地方 像我們就是有綠色 對 黃色 那你看它的這個設計 其實非常的好看 一般雨衣比較單色效 其實超好多 對 有三種不同的顏色 這個跟設計款式都非常的潮 跟非常的時尚 包含了我們這個綠色 灰色跟黃色 三種選擇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來選擇自己喜歡的雨衣 除了顏色之外呢 還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我們小曹 那還有一個就是大家騎車馬上班 一定會背包包 對 就是包包 很重要的一點是有些雨衣啊 對 就是你穿的包包 帶的包包 身上你的那個難衣會不會太好 好那我們給整個側面跟背面 給大家看一下 喔這個後面的設計 對 後面有多了一個那個 擴充空間的設計 是就是我們的後背包擴充空間的設計的概念 就是要讓所有的這個穿雨衣的這個朋友們 如果你們背包包的話 最常感覺到就是 背了包包之後這個雨衣的上下擺 就會被拉起來了有沒有 那這樣子其實在騎車跟走路的時候 其實你的褲管就容易失掉 但是這次的這個特殊的設計呢 就是要解決大家的煩惱啦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是好像是有經過這個高度的這個解面的 經過那個SGS的 耐水檢驗 對不對 欸我們的小槽的麥克風 可能幫我們 再跟我們講一次 是有什麼樣的解面 SGS SGS 耐水檢驗 SGS的這個超高耐水的這個解面 就是要讓大家就知道說 這個雨衣的材質跟這個質感 是經過這個高標準的審核跟肯定的這樣子 好 既然穿了這個雨衣 我們請公推員幫我們調麥克風的同時 我們讓這個媒體朋友來好好的來拍一下 你穿雨衣帥氣的模樣囉 好我們一樣來拍攝影師這邊 好 帥帥帥帥帥帥帥 好除了這個小槽本身的帥氣度 就非常逼人之外 我們這次的這個急風雨衣也非常的設計這樣子 好 小槽先好好享受現在這個拍照的moment 因為等一下會再給你別的討厭 好來看一下右手邊 好 左邊 左邊這邊也看一下囉 好 官方攝影這邊還有沒有什麼畫面要補充的嗎 好 稍微側面一下下 好 好剛剛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都有分享這次這個急風雨有非常多的特色 那現在從這個側面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們這個後背空間其實有做這個特殊的設計 背包包其實都非常的輕鬆 好還有哪邊有畫面需求的嗎 好左手邊這邊看一下喔 好 好 OK嗎 好在正式拿麥克風給你之前 又要下一個考驗了又要脫囉 好不好 要快速的脫 然後脫完之後要帥氣的樣子 我剛剛把這畫面留給攝影師拍 好 預備囉 好現在那個模擬一下天氣非常的輕朗了 3 2 1 好請脫請脫 好請脫請脫請脫 喔帥氣脫脫脫脫脫 好OKOK 帥氣帥氣帥氣 對帥氣帥氣 好OKOK 啊因為很熱想要把衣服都脫掉 來 好啦騙你的啦騙你的 好請工作人員幫我們把這個雨衣籤收下來 好那這個把握拍照的同時呢 今天在這個快閃店鋪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來囉 我們要特別請到我們這個Track2Track以及快面商的創辦人 森田以及Vick陳君熙一起來到現場 那我們先來捕捉一下 好看一下喔 那我們現在這個森田跟Vick身上的這個外套呢 就是我們的極東外套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穿起來非常的舒適 好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我們視線看一下右手邊 好接下來我們把視線移到 好右手邊這白色衣服到這邊看好了 好左邊這邊看一下喔 好這邊看一下喔 好請問哪邊還有 畫面需求嗎 哪邊還有畫面需求 右手邊再補一下好了 右手邊再補一下 好 可以嗎 官方攝影這邊OK嗎 好OK 那再次謝謝森田跟Vick 謝謝你們再跟大家來 剛剛實際上穿的這個雨衣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很逼你 就是在這個快速的時間很逼人 沒有 因為我覺得它的設計好 就是好在 其實剛剛看我這樣好像有點亂 對 那其實時間上來講 跟其他雨衣比起來真的快很快 對因為我們其實真的要講句公道話 因為剛剛這真的太逼它了 可是因為大家實際上在穿雨衣都會有感覺 其實這個下雨了 有時候真的是不太好穿 但是因為剛剛那個側穿式的設計 讓這個雨衣可以很輕巧的把這個衣服可以穿下來 那你自己實際上這個稍微帶來 你覺得 疾風雨衣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很適合你平常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不只在騎摩托車啦 那像是現在很多人有入泥的習慣 對 那如果你在外面去入泥 或去山上雨 其實有時候也蠻常下雨 嗯 那你隨身帶來這一件 就是這件急風雨衣 就可以很快速的把它拿出來 然後讓自己就可以保持在一個比較舒服的狀態 比較舒服的狀態 對 但除了這個之外 你實際上穿完之後還有什麼樣的感覺嗎 跟它一般雨衣比起來 有什麼樣的不同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它最好的地方 是它有保留那個 迫氣到的設計 對 所以你穿上雨衣 比較不會有悶熱的疾風 或者是會黏在身體上 因為常常穿雨衣黏在身體上 會覺得不舒服 黏黏的 就是一定外面下雨了 然後一定又那麼悶熱的感覺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非常熱銷的商品 小曹要不要跟大家好好來推薦一下 這個急風雨衣可以在哪邊購買呢 可以在Trip to Trip 那個快電商 可以看到我們的急風雨衣 在我們Trip to Trip的官網 以及快電商都可以購買到我們的急風雨衣 那也再次跟大家分享 這一次我們Trip to Trip快電商的快閃電 在星光三月A11一路到25號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時間 把握機會來到現場 現場這個店鋪有很多優惠活動之外呢 大家還有機會可以把這個iPhone15給帶回家 好 你覺得剛剛換雨衣比較趕 還是趕星光大大比較趕 都很趕 好啦 不要太逼你這樣子 好請問一下拍照部分畫面需求都OK了嗎 都可以了對不對 對